一篇文字 一首歌 一种声音 一份私藏 欢迎收听 静波频道 大家好 欢迎来到静波频道 我是静波 今天在朋友圈当中 看到一篇文章 然后就想到了 我的小时候 这篇文章的名字叫做 《时麦穗》 作者张杰 当几十年过去了 今天再读这篇文章 那种成长的酸涩感 油然而生 那今天呢 就和大家 一起来分享这篇文章 如果您希望在第一时间 收听到我们的图文信息 欢迎您通过 微信公众号 搜索添加 静波频道 在农村长大的姑娘 谁还不知道 减麦穗这回事 我要说的 却是几十年前那段往事 或许可以这样说 减麦穗的世界 也是最能引动姑娘们幻想的世界 在那月残星系的清晨 跨着一个空篮子 顺着田梗上的小路 走去减麦穗的时候 她想的 她想的是什么呢 等到田野上腾起一层薄雾 月亮像是偷偷地睡过一觉 又悄悄地回到天边 她方才跨着装满麦穗的篮子 走回自家那孔瑶的时候 她想的是什么 她还能想什么呢 假如你没有在那种日子里生活过 你永远也无法想象 从这一颗颗丢在地上的麦穗上 会生出什么样的幻想 她拼命地捡啊 捡啊 一个捡麦穗的时节 也许能捡上一斗 她把这麦子卖了 再把这钱攒起来 等到赶集的时候 扯上花布 买上花线 然后她捡呀 捡呀 绣啊 也不见她穿 谁也没和谁和气过 谁也没和谁商量过 可是等到出嫁的那一天 她们全会把这些东西 装进她们新嫁娘的包裹里去 不过 当她把捡麦穗时 所扮着的幻想 一同包进包裹里的时候 她们会突然发现 那些幻想 全都变了味 觉得 多少年来 她们捡呀 缝呀 绣啊 是多么傻呀 她们要嫁的那个男人 和她们在捡麦穗 扯花布 绣花鞋的时候 所幻想的那个男人 有着多么的不同 但是 她们还是一一顺顺地嫁了出去 只不过 在穿戴那些衣物的时候 再也找不到做她 逢她似的情怀了 这 又算得了什么呢 谁也不会为她们 叹上一口气 谁也不会关心她们 曾经有过的那份幻想 甚至 连她们自己也不会感到 过分的悲伤 顶多 不过像是丢了一个美丽的梦 有谁见过 哪一个人会死气白咧的 寻找一个丢失的梦呢 当我刚刚能够 歪歪咧咧地提着一个篮子 跑路的时候 我就跟在大姐姐身后 捡麦穗了 那篮子显得太大 总是磕碰着我的腿和地面 闹得我老是跌跤 我也很少有 捡满一个篮子的时候 我看不见田里的麦穗 却总是看见蚂蚱和蝴蝶 而当我追赶它们的时候 捡到的麦穗 还会从篮子里 重新掉回地里去 有一天 二姨看着我那乘着 稀稀拉拉几个麦穗的篮子说 看看 我家大雁也会捡麦穗了 然后她又细虐地问我 大雁 告诉二姨 你捡麦穗做啥呀 我大言不惭地说 我要准备嫁妆嘞 二姨贼眉贼眼地笑了 还像围在我们周围的姑娘 婆姨们 眨了眨她那双不大的眼睛 你要嫁谁吗 是啊 我要嫁谁呢 我忽然想起那个卖灶堂的老汉 我说 嗯 我要嫁那个卖灶堂的老汉 他们全都放声大笑 像一群鸭子一样嘎嘎地叫着 笑啥吗 我生气了 难道做我的男人 他有什么不体面的地方吗 卖灶堂的老汉 有多大年纪了 我不知道 他脸上的皱纹一道挨着一道 顺着眉毛弯向两个太阳穴 又顺着腮帮子弯向嘴角 那些皱纹给他的脸上增添了许多慈祥的笑意 当他挑着担子赶路的时候 他那剔的像是半个葫芦样的后脑勺上的长长的白发 便随着颤悠悠的扁担一同呼闪着 我的话很快就传进了他的耳朵 那天他挑着担子来到我们村 见到我就乐了 说 哎哟 娃儿呀 你要给我做媳妇 对呀 他张着大嘴笑了 露出一嘴的黄牙 他那长在半个葫芦样的头上的白发 也随着笑声一起抖动着 哎 你为啥要给我做媳妇呀 嗯 我要天天吃灶糖嘞 他把汗烟锅子朝鞋底上磕着 呵呵呵 哎哟 娃儿呀 你太小嘞 嗯 你等我长大吗 他摸着我的头顶说 不等你长大呀 我 可就该进土咯 听了他的话 我着急了 他要是死了 那可咋办呀 我那淡淡的眉毛 在满是金黄色的绒毛的脑门上 拧成了疙瘩 我的脸也皱巴得像个核桃 他赶紧拿块灶糖塞进我的手里 看着那块灶糖 我又咧着嘴笑了 嗯 你别死呀 等我长大 他又乐了 答应着我 好好好 我等你长大 嗯 你家住哪单呢 你看 看到了吧 这担子 就是我的家 走到哪儿的 就歇在哪儿的 我犯愁了 那 等我长大 我去哪儿 我去哪儿 去哪儿寻你呀 哟 呵呵呵 你莫愁 等你长大呀 我来接你 好不好 这以后 每逢经过我们这个村子 她总是带些小礼物给我 一块灶糖 一个甜瓜 一把红枣 还乐呵呵地对我说 看看我的小媳妇来呀 我呢 也学着大姑娘的样子 我偷偷地瞧见过 要我娘找块碎布 给我捡了个烟河包 还让我娘在布包上描了花 我缝啊 绣啊 烟河包缝好了 我娘笑得前仰后合 说那不是烟河包 皱皱巴巴 倒像个猪肚子 我让我娘给收了起来 我说了 等我出嫁的时候 我要送给我男人 我渐渐地长大了 到了知道 认真地捡麦岁的年龄了 懂得了 我说过的那些个话 都是让人害臊的话 麦灶糖的老汉 也不再开那玩笑 叫我是她的小媳妇了 不过 她还是常常带些小礼物 给我 我知道 她真疼我呢 我不明白为什么 我倒真是越来越依恋她 每逢她经过我们的村子 我都会送她好远 我站在图坎坎上 看着她的背影 渐渐地消失在山傲傲里 年复一年 我看得出来 她的背更弯了 步履也更加攀山了 这时 我真的担心了 担心她早晚有一天会死去 有一年 过腊八的前一天 我约摸着麦灶糖的老汉 那一天 该经过我们村的 我站在村口上 一棵已经落进叶子的柿子树下 朝沟底下那条大路上望着 等着 那棵柿子树的顶梢梢上 还挂着一个小火柿子 小火柿子让冬日的太阳一照 更是红得透亮 那棵柿子多半是因为 长得太高在树梢上 才没有让人给摘下来 真怪 可她也没让风给挂下来 雨打下来 血压下来 路上来了一个挑担子的人 走近一看 担子上挑的也是灶糖 人可不是那个卖灶糖的老汉了 我向他打听卖灶糖的老汉 他告诉我 卖灶糖的老汉老去了 我仍旧站在那棵柿子树下 望着树梢上 那个孤零零的小火柿子 它那红得透亮的色泽 依然给人一种喜盈盈的感觉 可是我 可是我 却哭了 哭得很伤心 哭那陌生的 但却疼爱我的 卖灶糖的老汉 后来 我常想 她为什么疼爱我呢 无非我是一个贪吃的 因为生得极其丑陋 而又没人疼爱的小女孩吧 等我长大以后 我总感到除了母亲以外 再也没有谁能够像她那样 朴素地疼爱过我 没有任何希求 也没有任何期望 我常常想念她 也常常想要找到 我那个像猪肚子一样的烟荷包 可是 她早已不知被我丢到哪里去了 你在夕阳下面回头望 脸庞美得像花朵一样 我想永远面朝你方向 我唯一的阳光 我唯一的阳光 我想陪你去所有地方 感受世间所有的苍凉 也许有天你将我遗忘 我还有回忆可想 生命的何事如此无常 还好你温暖在我身旁 我们要走的路太漫长 而你又是如此的匆忙 我想陪你去所有地方 感受世间所有的苍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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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许有天你将我遗忘 我还有回忆可想 生命的苍凉 生命的何事如此无常 还好你温暖在我身旁 我们要走的路太漫长 而你又是如此的匆忙 我只能一路跌跌撞撞 心里却满吃滚烫 好了 今晚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您和我一同来分享 如果您希望联系我 可以在喜马拉雅 或者新浪微博 搜索静波频道 净是安静的镜 不会是波音的波 再次感谢 晚安 快看 早晚的转发 快看 晚安 晚安 快看 晚安 晚安 夜巡视